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真的 最近是 对怎么样 是还好吧 就是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一直都想做YouTube 因为经常看你的YouTube 然后后来觉得自己也特别想做 然后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好多时间 那赶紧做吧 然后但最后其实还是拖到了现在 拖到现在现在疫情其实已经好转了 感觉我们脸上都有笑容了 之前的话大家都紧张一点 那是而且的话 我昨天采访有个producer 他告诉我他说6月12号就可以 所有的onsight的工作都可以开始了 对6月12号是加州 洛杉矶这边他们说是要重新启动 对对对 我们的拍摄的静矿 是啊 其实我在想没有那么多人应该会在现在马上就开工 对对 这也太夸张太可怕了 是 毕竟洛杉矶都还没就是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险地带吧 我觉得对对对 但是就总体来说怎么来说都是好事情吗 因为能做的他会加强防护 然后就开始 然后不行的那你反正就再等一等了 然后总之就不会说像寒冬一样 大家感觉什么活也干不了 是没错了 我觉得就是只要防护措施做得好呢 什么时候开工 就像你现在开工其实也不会太紧张 对啊 所以现在我们这种也叫开工 所以那我这个频道的话 刚刚开始我这个是第三个video 所以非常感谢哦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我知道做做YouTube这个东西 这条道路 这条破坏路 哈哈哈哈 你真的要踏上来 我真的要花一点心 因为因为我看到 我看到过你之前 呃好像你说 呃出现过什么问题 然后所有的粉丝都不见了 然后又要重新来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 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都能重新开始的话 那我 我就可以借鉴你的经验 啊 老老实实的也开始 可能我我我我 或许也能坚持下去 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对对对 所以呃以后多向你取经 不会不会 我觉得我还要多向你取经 对 客气了客气了 我说实话 我是还是比较 呃 比较业余了 因为我有自己的另外一份工作 我刚刚今天就特别忙 然后后来我就怕会耽误嘛 然后我就跟你说我可能会迟一点 因为我都说实话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我昨天晚上写了几个问题 然后今天我想好好的看一下你的YouTube 和包括你之前的一些东西 这样对你了解多一点 然后再聊的话会比较好 但是还是反正我就当这是一个聊天的节目 就是反正随便一点了 待会有些什么地方 不用 对 有些什么地方说的不太对的 请包含 不会 其实反正我做的东西也是持播 跟我的影视方面的这些资讯 你在YouTube上绝对会找不到的 所以没有关系 你不看呢 也还是可以认识我 你看我看你的YouTube的名字叫做TOM CHO CHO 后来我一搜TOM CHO的话 那确实有一个人抢了你的名字 所以你的名字你看看换一下 或者怎么样 要不然跑到别人那里去 没事 反正我TOM CHO这个名字呢 不差他一个 我知道你在讲谁 我只要打开搜寻 只要Google一下 这个人呢就会跳出来 对 不过呢反正好有趣的事情 我还特别还去查了一下他到底是谁 啊难道是有人恶意的吗 抢猪的吗 不是不是 就真的就是 呃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在抢名字嘛 至少 至少你是 呃 你们是相互认识的 演员工会里面 哦 没有就是在美国演员工会里面呢 只有我可以叫TOM CHO 啊 OK 这个已经是认可 啊 OK 他不是这个行业的 而且就算他是这个行业的 你也不用怕 呵呵呵 对 他就必须要换 呵呵呵 好 那我们就从你的casting 哦 OK 其实刚才我应该讲是 呃 从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聊到的 就是疫情这个事情 那疫情的这段时间 你在做些什么呢 那疫情的这段时间呢 除了我自己在做YouTube杀时间之外呢 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 大大杂 然后今天家里洗洗衣服 我逗逗猫啊 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事 嗯 不过呢 在疫情之前呢 就是我做了很多不同的 相关的一些影视的工作嘛 嗯 像你刚刚讲的所谓的casting啊 还有演员 还有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就是在疫情的这段时间 我辞去了现在我做的呃 选角工作 反而去了另外一家公司 专门去帮忙去做一些其他演员的呃 寻找工作 但是我们找的人比较算是素人 而不是真正的演员 所以也是也是自己的活儿 然后呢去别的公司去打打杂 就这样 那那还是casting咯 对吧 还是演员找演员 对 OK 不是找演员 比较像是找素人 啊就发掘 他们要找的人 是发掘一些素人 嗯 不是 这一个公司呢 他们做的东西是一些网路平台 哦 然后这个网路平台呢 他们有点像 像脸书啊 嗯 像啊 Instagram啊 或是像一些 呃 我们做了Instagram 脸书 还有 呃 推特 推特我不知道 对 就是推特 对 对 对 然后呢 他们就是找一些 现在当下的新闻素材 就像我们的疫情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去找了一些很多 就是因为疫情问题的人 去做一些访问 去做一些访谈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呢 推广出来 哦 OK 所以呢 对 所以呢 其实这些人 反而我们不希望能找到演员 因为你知道 很多演员其实都骗人的 他们的故事可能都假的 所以我们要找的东西 一大部分是属于呃 素人的故事 嗯 然后对现在的疫情的状况 嗯 所以这也是我在这疫情 除了自己在家打杂以外 说做的事 嗯 OK 所以呃 工作有点类似 但是不一样 找的对象不一样 嗯 性质不同 不需要那么多 考验人家的演技 假的东西 不要那么多 要真的 呵呵呵呵 其实 如果真的是说难度的话 其实对我们这些 Cathleen Director来讲 这个难度更高 哦更高 如果是在讲演员的话 对不对 演员其实我们 整个流程下来 我们选角试镜啊 还有发脚本啊 然后到排练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定下来 嗯 可是如果是一个没经验的 没有素 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一点 学习的 呃 啊演员的技巧啊 或什么 嗯 他们对一个 对故事的 呃 内容 可能会比较属于 一两句话就没了 嗯 要不然就是他们的经验来讲呢 可能不敢 不敢录东西 不敢录制东西 或者是 呃 这些经验 来讲呢 他们都不是很纯熟 嗯 而导致 有时候找到最后呢 准备要发东西出去的时候 这个人不见了 哦 就是不稳定 不确定性比较大 没错 哦 OK 那是那就是你在疫情期间 呃 但是你疫情期间那你都是通过网络 online去找做的吗 对吧 对 也只能这样做 全部就是全程都在家里 OK 完全没有做其他事 啊 所以我们大部分用的呢 就是像email啊 或者是用的啊 不同的软件 嗯 就是他们ig啊 或者是 social media 各种 自己里面 嗯 对 内部的一些 交流 交流方式 嗯 去找人 OK 挺有意思 那那个那疫情之后 那将来那个呃 所有的剧组都开始拍摄了 那你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工作上吧 我相信我会回来 只要有工作 只要有什么工作 我怎么都做 对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其实就是这个 我 你原来的工作 casting director 这样的事情 嗯 嗯 嗯 还有你觉得那个 疫情的话 对 影视的话影响有多大 你看到的 这个疫情 对美国的拍摄 还有影响 其实非常的大 嗯 因为这次的疫情呢 第一个我们全部都停工 但是另外一个 其实对亚洲 尤其是对华人来讲 其实很多东西 从外地来的 到这边拍摄的机会变少了 哦对是 毕竟像你看封城啊 或者是一些防护措施啊 这些东西都是遇到亚洲人都没有办法来到这边拍戏 嗯 那我的工作呢 大部分都是接国内的活 嗯 或者是亚洲的一些活 所以呢在当地的活比较没有那么多 嗯 嗯 而反而做起工作来 要重新开工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对还加上签证这些 也更难了 嗯 没错 签证不让想 嗯 总之就是还需要时间 对 嗯 时间很重要 啊 那那个他们 那个我我也看过你的片子哦 呃 然后所以你也是演了很多影片 然后呢从演员 原来原来你是 但最开始你肯定是演员嘛 不是一开始就是Casting Director 没错吧 嗯 不是对 我一开始是演员 是已经拿到了美国工会的 哈哈哈哈 Sack 对 对 OK 那你怎么 为什么是从演员又转到了那个Casting Director呢 嗯 这是怎么转变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当时我改成做选角导演的时候呢 是一个一个突然来的机会 我那时候在帮呃纽约电影学院的学生 嗯嗯 呃因为我演了他们一支片 嗯 然后呢这支片让让我认识了里面的剧组的人 OK 剧组的人里面呢有其他的项目 需要找一个人来做Casting 嗯嗯 然后我就这样子被卡尼亚子上架 就就开始慢慢 被逼的 呵呵呵呵呵 去帮别人做一些Casting 嗯 那因为做的还不错 我自己还蛮想要了解这一这一块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就 别人开始refer 就是一个创作 我就这样子慢慢的做慢慢的做 做到后来开始做了很多广告啊 大电影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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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你在选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有时候有些机会你也不会错过 你也会去应征对吧 对 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 如果我今天接了一个选角导演的活 我就不会去 去抢这些角色 明白 除非导演 除非导演说我应征 就是你 我就只能做 但是一般来说 只要是我接的活 我就不会跟演员们去抢饭玩 OK 这是一个相当于道德 对 是 要不然的话 只要是适合你的 到了你的手上就没了 就没机会了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其实也挺受伤的 因为一个选角导演的时候 当导演问你说 他需要找一个可能年近三十 可能是理个平头 然后可能笑容可 笑容亲切 但是牙齿挺白的 所以这不就是你吗 红色的衬衫 你能找到谁呢 然后当他看着我说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只能说我帮你找找看 我不能说这是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你的心是挺复杂 OK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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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理解 我能想到你这种感受 对 究竟 那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会说 我不做那个选角的导演了 我直接演这个 你再找一个人吗 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 这个也是回到了职业道德 毕竟你已经接了选角 但是你这样的话 其实OK 但我说的前提是 你接下来的选角工作 也能让别人做好 但是你这个角色的话 你又喜欢 导演又喜欢 那不是很好吗 那要看导演是不是真的觉得说我适合了 明白了 反正你是绝对不会免讲的 绝对不会 那个 绝对不会自己注入行销 哈哈哈 OK 好 嗯 那我我我刚才问的 其实我想要听 呃就是想要了解的是 呃 你看 就是在选角的时候 感觉 选角的这个导演是蛮有 那种 呃 就是权力啊 或者说是 蛮 蛮自豪的嘛 就是我看好多演员啊 我看这个行不行 那个行不行 呃 有一种那种 就是有一定的 呃 就是 权威在那里 然后呢 反过来 你去应征 别 我不是说你应征 你自己接下 接的那个casting的活 就是你应征别的 演员的时候 哦 那你又是另外一种 呃身份了 我说 这个时候你两种身份 你你觉得是 转换自如吗 还是说有时候 呃 是不是你 因为你做了casting director 所以你去应征的时候 你会更加有有有优势 因为我知道 选角导演 他会 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或者你对人物的理解会更好 其实 当你自己去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项目 就好比说有些导演自己会去做演员 嗯 嗯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他们到了试镜的场地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 自己比较了解导演是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影视的环境下 你越 你的职位越多 或是你了解的越多 对你的演戏都会有帮助 尤其是在呃 因为演戏演戏 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 作为一个 选角导演的时候 我们会了解到 呃 演员的故事在哪里 所以当我去 试镜的时候 我会知道 演 选角导演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嗯 然后让我呢 去演成什么样 嗯 但是很多时候呢 不要去太强求 自己去演什么 是呃 选角导演想要的 对 其实做自己最重要 因为 就算是选角导演想要的 我跟 我可以跟你讲很多故事是 选角导演知道导演要说什么 当他 把所有的这些演员都演得像 自己选角导演想要的时候呢 嗯 导演突然跟你讲说 其实这不是他想要的 那就 我好像偏了 嗯 对 嗯 你就其实就 如果后来你会发现说 其实 选角导演 他的权 权力 和权威 嗯 有的时候是虚的 所以不要太相信 选角导演说的话 因为最后还是导演说的话 说的算 对对对 选角导演其实 他真正的职位 如果我们 比较简单化来讲的话 嗯 选角导演只是 让你进入这个影视圈的第一扇门 嗯哼 他并不 他只是把门打开的那一个 让你有这个机会 嗯 那之后这个机会呢 就要看你自己造化 嗯哼 所以呢就像 你如果演戏 不知道该怎么演呢 或什么 这都是你的经验 都是你要自己去体会的 或是自己去学习的 嗯哼 选角导演 其实没有其他的能力 去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演一个角色 或是拿下一个角色 嗯 这其实是 你说的那个权威呢 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说 可能这个权威不在 这个权威是 是 是 你说的有道理 而且特别是在美国 我觉得 在美国那个选角的导演的工作 可能就是更加设定的就是你在完成导演给你的一个任务 其实你没有那么多权利 但是 呃 但有很多人不了解 很多演员他不了解 他以为哦 选角导演很很有权力 或者说是他对中国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国内 国内的选角的导演 可能他的 他的那个权威 对权力就 是是 他就会更大 然后他会有一定的 他可以把握的那个方位就更大了 嗯 他的掌控权力比较强 其实 我们现在可以讲一下就是 国内和美国的选角的过程 嗯 因为呢其实 国内呢 一开始没有所谓的选角导演这个 这个职位 都是导演聚员 对 其实都是副导演嘛 就是 副导演你手上有多少人 你可以去圈一整个团队去做一件事情呢 你包个架 然后你就可以演 那你的副导演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脉 还有多少 展多少 多少的 这些大 大牌 嗯 这就是看你的实力 嗯 呃在美国呢 其实 所以在 中国 他们有 就是副导演 慢慢的开始转成 选角导演 但是 其实这个 感觉 呃中国的选角导演呢 还是副导演 他还是以副导演的权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在美国的选角导演比较像是导演的助理 嗯 对 关于 Casting 的这方面的助理 对 他们只是帮你去 呃 去寻找所有的演员来 嗯 真正的想要去说 呃 帮你去介绍很多好的 演员的话 是有 很多选角导演 其实很在意说 能不能帮导演找到好的角色 因为 这是他的工作 对 但是到最后 你会发现 很多选角导演 越多人越好 越多人越好 他不需要去在乎说 他到底手上有多少人 其实相反的 也是跟副导演 在中国的副导演一样 只要人多就行了 只要人多 能找得到人 嗯 呃 那就可以帮导演完成的这个使命 嗯 就是 其实这就是 中国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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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选角导演 和美国的选角导演 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 对 是 嗯 还是蛮不一样的 呃 我还 对 我记得那个 我之前 我不知道 我后来 我刚才想试着去找回来 你原来 YouTube上有做过一 一期节目是 呃 关于Casting 你的那个标题好像说的是 不要相信 你的应征者跟你说的话 好像是这样 你有没有印象 我常会这样说啊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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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去找视频 我常这样说 你那个就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我记得是这样嘛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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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故意 误导他 要不然是 其实说了也没有用 是 是这样吗 其实呢 在这个 这个圈子里面 太多心急 太多手段 所以呢 如果你按另外一个演员 如果你是演员 你要听信另外一个演员 如果你真的跟他不熟 就算你跟他熟 你也看过偶像剧 你也看过那些 露心露脚的剧 他们说的话 可能不是真实的 嗯 因为这个角色 只有一个 他为什么要把好的东西都说给你呢 哈哈哈哈 对 嗯 呃 另外一个呢 其实是呃 这其实是一个 在美国常常教的东西 在我们在学演戏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都跟我们讲说 如果你是一个演员 就把你的自己的东西演好就好 你不 你没有权利去 教另外一个演员 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呢 这个是导演的工作 这个不是你的工作 所以在职业道德上 如果你跟另外一个演员 你教另外一个演员 怎么演戏的时候呢 你在职业道德上 就已经 呃 侵权了 你侵权了以后呢 其他的演员 其实会 如果好的演员 会跟你说谢谢 但是完全不听从你想要说的东西 如果是很 大牌的演员 他可能有办法把你fire 掉 你说把那个casting director fire 掉 不是 是把另外一个演员fire 掉 ok ok 明白 就是说演员之间在剧组里面 呃很忌讳 就说哇哦 我觉得你应该那样演之类的东西 对 嗯 明白 这个非常忌讳 这个其实算是一个禁忌 ok 那也就是说 在剧组任何一个人 除了导演之外 都不应该提任何这样的建议 对 因为其实导演在剧组里面 最大的工作就是跟演员沟通 嗯 熟悉 所以其实 对 所以其实 你把导演的工作都抢了 那你 你这个演员 你干脆去做导演算 对对对 确实是 因为这个是导演的一个 个很个人的 一个一个 作品 你刚才说的很对 就是说去 应征任何一个角色也好 或者说你做演员 怎么演戏也好 其实真的是 我之前没有这种感觉 但你这么一说 我我我理解是真的很对 就是说 做自己 就怎么演好 你认 你认为的那个 你认识到的那个角色 对 其实永远都不要去相信 选角导演到底 因为 我们来讲 选角导演好了 选角导演 因为 我们 听从的是导演 还有制片人想要的画面 想要的角色 嗯 嗯 依这样子的方式去 嗯 呃 你明想 就是 依这样子的方式去 教演员去演 他们觉得 导演应该想要的角色 嗯 所以我们的指令都 呃 所以选角导演的指令 都是从 呃 导演这边 传递出来的 但是到了 演员的这边 吸收度的时候呢 对 他们 反转去演出来的感觉 可能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是 所以呢 呃 演员呢 很多时候会 因为 选角导演说了一句话 反而你的自信心被 呃 你的自信心下降 嗯 然后 没有办法去演出更好 呈现出更好 这个角色的感觉 嗯 呃 我刚刚说的这句话是因为 很多时候 选角导演说的东西 其实 哦 我们回来 应该是说 很多新的演员 都会觉得 选角导演说的东西 就是 呃 导演想要的东西 嗯 但是 导演很多时候呢 他们想要看 演员到底自己 能不能自然的 产生出一些 不一样的火花 对 或是 因为这个故事的 呃 架构 而产生出 不同的个性 或是一个 不同的感 感觉 嗯 所以导演 其实导演有的时候 就是贪心的 他知道 你可以演成什么样子 对 但是呢 他会希望说 有更好的意外 对 虽然我塑造了这个角色 但是我希望 你能 发挥的更 零零尽致 嗯 所谓的 magic moment 之类的 呀 可是你知道 magic moment 那种东西 在我生 生命中 是绝对没有 发生过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 都是导演在那边说 I want more I want more I want more 哎 所以说明 就确实是很贪心嘛 可能他已经觉得 OK我已经保底了 已经有 有一个了 但是我还想再看一下 只要时间 上市允许的话 我就还会再试 对 嗯 我记得你也有做过casting吧 所以 对 你能了解 其实我 我 嗯 我是觉得挺好玩的 但是我还是一样 我是比较缺乏自信心的那种 就是我没有信心 我我对好多东西都觉得哎呀 可能不行 呃 会有很多人比我好 那我 其实蛮难 那就是说没有多大的机会 那 但凡我 我去硬去试了的 那我 其实我已经是 哎 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啊好像各方面都条件都已经很捷径了 但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那个 自我设限的一种反应 就是自己把自己限制的太多 嗯 其实我觉得你要看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在演员这里面呢 其实你要更多的是了解自己 嗯 你要了解自己 因为呃 你要必须先完完全全的接受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才能真正的去呃 去跳出或者是演另外一个角色 或者是演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那像你讲的哈利你讲的 说呃 我要 我有点自信心不够 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我局限了自己 其实这只有你自己是比较清准这件事情的 对 但是在做选角导演或者是在做一个老师来讲的话 其实先发掘自己以后的缺点和优点 就可以去强化你所谓的缺点和优点 因为很多时候缺点在演戏里面其实是你的优点 哦 那这个怎么说呢 就好比说 如果我们先讲缺陷 天生缺陷 如果你的 嗯 可能你有残疾 嗯 所以呢 残疾这件事情呢 在你的人生中就是一个障碍 嗯 然后当你去克服它 或是当你去了解它的时候呢 你演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假象 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所以当你觉得说 你今天说你自己自信心不够 如果今天一个角色是说 我们要找一个自信心不够的人去演这个东西 你就不会是那一个要装出来的人 你就是真实 实打实的自信心就不足的人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演戏的行业里面 你的优点和你的缺点都会是你最好的武器 嗯 你可以去强化自己的优点 但是你也可以去强化自己的缺点 嗯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你可以去开始了解到说 你不自信的点在哪里 而当你去演戏的时候 你把这些点释放出来在你的演戏的过程中 而被拍下来的时候 那个是自然的 你就不需要去演 嗯 你看到很多演员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在揣摩一个角色 嗯 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 对对对 所以他去 他接受了这个挑战去揣摩一个角色 嗯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呢 那你干嘛去揣摩 这个角色就是你的啦 因为你就是在演自己 对对 是 嗯 我觉得你就像在有点像那个 在上acting课一样挺好的 你有在教过人吗 或者给别人上 我以前有教过课 然后我也有教过小学 小朋友 嗯 然后我也有教过大人 嗯 就是教大人和教小孩都有自己的难度 哦 大人更难 对 大人更难 因为基本上他们都不会来 不会来 哎 反正交钱就可以了 他交钱就可以了 反正交钱就可以了 对啊 没错啊 我没有在埋怨 你是在埋怨 这个生意怎么这么好做 对 也只能这样的说 我当然想说 这个病毒的这一段时间 我是不是也要去教一个课 反正大家都在网上上课 哎 我我我希望我找一些学生跟你学 好 那我们可以 是是真的 因为 因为其实我我 我就想做一个 哇 我像这样 我有一些像你这样的资源 比较专业的人员 然后同时我又能够接触到一些很想来演戏的人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希望是对他们会有帮助的 因为那通过一个视频可以让几千个人或者更多人能看到 好 那他知道哎 有 他可以教 然后他也在找演员 那不是很好吗 其实是不错的 我之前也是用自己的social media去找人嘛 就是找这些素人 嗯 所以其实我知道 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真的是 就是让我们接触到更多机会 还有更多方式去去学习 是 去了解 对 是 不错 可以做起来 可以做起来 嗯 那我就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 好 对那个 呃一些想要演戏的朋友 你对他们 虽然你在刚才的我跟你的聊天 的过程中也说到了一些 那除此之外 你想给他们提一些 就给一些什么建议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idea 哦 你既然想 那你其实可以这样那样 或者是你能做的 你能做得到 好 如果真正想要演戏的人 真的要踏路这条不归路呢 你还是别踏 太苦了 没有真的是太苦了 嗯 不过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决定说你要踏路这条路 嗯 第一点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不要怕失败 嗯 因为其实 每一个演员 拿到了一个工作的时候 他们可能已经被退掉了1000个工作 对 所以呢 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 这个机会不是 因为你的长相 而是因为你的 运气 所以呢 我常常会跟大家讲说 人其实越老啊 越值钱 啊 尤其是在演员这一条道路上 这不是说我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们有很多人在20到30之间 想要做演员的太多了 嗯 你只拿到一个工作里面要被退掉1000个工作 就放弃掉 他们放弃的机会特别大 嗯 所以呢 你一开始可能给1000个演员 亲自 亲自 去抢一个工作 对 但是当你到了30岁到40岁之间的时候 你可能抢的工作的里面的这个 这个圈子里面的 只有100 只有100 一百人 对 所以呢 在100人之内呢 可能在美国 要找亚洲人 嗯 可能 就只有那几个 我们真的看到的亚洲面孔 嗯 除非你是不同语言 嗯 不然其实华人里面呢 在美国里面演戏的人 真的没有多少 是是是是 我们都可以用手都数 对对对对 我们都认识 我们都了解 是 凡是找一个20岁的很漂亮的女孩 那就麻烦了 那就有一万个人过来了 对 是不是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持之以恒 不要放弃 总有一天你会发光发亮的 相信我 对 只要你有 这条路真的很累 只要你有耐心 坚持到80岁 你的机会就 越来越多了 没错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演 呃 那叫什么 呃 Now You See Me 我不知道 啊 Now You See Me 我知道 然后对 第二集的里面的那个 呃 周杰伦不是在里面吗 嗯 然后演他奶奶的那个叫 呃 蔡沁 对 她叫蔡沁 对 她这个女 这个奶奶呢 也在了那个 《异计回忆录》里面出现过 我也有机会 我也有机会 很幸运的也跟他演过戏 嗯哼 这个人他才刚出了另外一个呃 电影 但是他人已经很老了 然后你们就可以想想看说 他在这么老的时候呢 反而演了更多的戏 更多的机会 你就可以知道说 机会其实你越老了 你越有机会去登上舞台 登上大营幕 还有演更多的戏 是是是 对对对 虽然很苦 但我觉得也也 我觉得还有我们还有个任务就是 要告诉那些人就是呃 你做演员有很光鲜的一面 同时有那么难的一面 你只要清楚了会很苦 那就比较好了对吧 我我同时也做一份工作 然后我花我一半的时间去研究 怎么去演戏 那其实好像你也不耽误你的生活 但你至少要花一定的时间 一半或者说更多 反正你回家你就可以开始 想这些事情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但如果你想 刚开始就靠演戏吃饭的话 那挺难的 呃很多人没有这个 运气 只能这样说吧 就是这个机会还有运气 都是很难得的 嗯 所以呃我也看过很多人 就是他们一开始到现在 已经十年了走进来 走到这个圈子里面 嗯还是没有再成长 嗯但是我相信他们 他们总有一天会发光发亮 嗯是是是 呃所以你刚才一句话 鼓鼓鼓了很多人 从20岁一直鼓鼓到80岁 太好了 谢谢谢谢 而且我我补充一句 就哪怕你是20岁到30岁 你的竞争对手是1000个人 甚至更多 但是如果你在坚持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在第一年的时候 你那1000个人 到你在第二年的时候 已经是另外一个 另外1000个人 只有你还是同样那个人 所以你你不一样 你有一年的经验 可能那1000个里面 有900个人 已经是才第一次来的 对吧 所以这样来说 只要你坚持的话 就算你年轻你的竞争对手 那么多 其实只要你坚持 还是机会会比 刚刚开始的要好 对 还有另外一个建议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演员 其实不要 不要像以前的方式 不要用以前的方式去 继续往前走 现在互联网特别强大 对对对 所以把自己的优缺点 全部放大 扩张 在你的互联网上 其实呢 就连直播这种东西 都可以找到 现在网上的 网剧的这些演员 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没有东西不可能 是是是是 网红的话可能你是 两三年的时间 可能你已经是赚到的大明星的 那个片酬了 而且就是你真的如果有一些 表演经验的话 你可能比那些网红还会演戏 所以被人家关注到的时候呢 你飞的比那些人都快 是是是 对对所以的话也不要局限 因为如果你太局限的话 可能又钻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 没错 好 他们非常感谢你的你的帮忙 然后接受我的第二个采访 然后也也带来很多对鼓舞啊 非常感谢 那就谢谢你了 嗯你也加油啊 然后那个哦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那个他们的那个 呃 YouTube 你现在是在 你现在是在做吃的 对吧就是 美食 我现在在做生酮饮食 嗯 但是我因为我之前是做吃播 所以我把我很多吃播的东西 重新再放回来 毕竟你知道我 我之前的东西 我之前全部的视频都没了嘛 嗯 所以我会慢慢的把之前的吃播的视频 全部放上来 不过我自己本身开始要做的是生酮饮食 就是我必须要减肥了 ok好 那这个是下一个话题 以后我在采访你就聊这方面的 ok 好的谢谢你 好 拜拜 拜拜